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,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的玛纳。 今天,神为祂的儿女, 预备了一份熟天的灵量, 圣经。 请你, 好似以色列人一样,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, 领取新鲜的抗野玛纳。 一段经文, 一篇灵修小品, 一篇信息, 一个吐告。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玛纳, 陪伴你每日凌沙。 欢迎你收听《抗野玛纳》这个节目。 今天的《抗野玛纳》是 《鱼鹰搞洞茶窝》。 过去的两天, 我们思考了《鱼鹰搞洞茶窝》这个主题。 今天, 我们再次重温当中的经文。 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, 一至十四节。 然后我们一起祈祷, 祈求神引动我们, 使我们全然圣洁。 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, 一至十四节。 诸天呀, 侧耳, 我要说话,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, 我的教训要临来如雨,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, 如细雨降在乱草上, 如金林降在塞梭中。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命,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 祂是盘石, 祂的作为完全, 祂所行的无不公平, 是诚实无偽的神, 又公义又正直。 这怪癖弯曲的世代, 向祂行视邪癖。 有这弊病, 就不是祂的疑累。 愚昧无知的闻,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妈。 祂岂不是你的父, 将你买来的妈。 祂是制造你, 建立你的。 你当追上上古之日, 思念历代之年。 问你的父亲, 他必指示你。 问你的长者, 他必告诉你。 至高者将地业刺及列邦, 将世人分开,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, 立定万民的疆界。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,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, 荒凉野兽敲叫之地, 就环绕他, 看顾他, 保护他,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。 由于鹰搞洞巢, 在初鹰以上两次善展, 接取初鹰, 背在两翼之上。 这样, 耶和华独自引导他, 并无碍帮神与他同在。 耶和华使他成家地的高处, 得吃田间的土产, 又使他从盆石中吃物, 从坚石中吸油。 也吃牛的奶油, 羊的奶, 羊膏的枝油。 霸山所出的公面羊和山羊, 与上好的墨子, 也喝葡萄汁羊的酒。 今天的旷野曼那是, 鱼鹰搞洞巢。 就让我们一同你合上眼睛, 一起祈祷。 主啊, 感谢祢。 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, 都有奇妙的安排, 独特的引导。 祢的恩典是救我们用的, 祢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 当我们自信心崩溃, 感到疲倦无作的时候, 祢就显你的大能。 祢要我们等候祢。 祢说, 我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食, 我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云。 等候祢的必如鹰展翅上腾,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, 行走却不疲乏。 祢所赐给我们的安云, 不是安日中的平安, 而是在风暴中的安云。 在患难中, 祢借着圣灵, 将祢的爱, 图灌在我们的心里。 主啊, 祢开广我们的心的时候, 我们就往祢的道上直奔。 求主复兴我们, 使我们更甘心地信服祢。 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, 阿们。 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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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,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